詞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我虎不齐哨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第381集 今天让各位来分享一个Planet X的雷龙 这个呢 我的好朋友罗志杰先生借给我 已经好一段时间了 一直没有机会和各位做分享 今天抽一点时间来和各位来做这一集 后面这个盒盒来讲 跟玩具的食物呢还蛮接近的 那这个盒子的话呢 当时看到这个盒子的时候还挺喜欢的 它的一个摸起来这个质感 还有印刷的部分 算是蛮简约的一个风格吧 感觉好像是一个 外星来的一个特殊的盒子样的一个感觉 非常的不错的一个盒子 算是有一点点合控吧 包装盒好不好看的话呢 对我来讲还是有一个加分的 在玩具本体的一个部分呢 提一下 这个呢 我的朋友罗志杰先生 他有稍微上过一点墨线 所以呢 人物的一个呈现来讲 会立体感会比 可能比没有涂装过 还会再稍微好一点 那么呢 在许多以雷龙作为设计的 变形金刚玩具里头呢 这一款有一点让我非常眼睛为之一亮 会让我特别想要拿来跟各位做分享的是 它的一个背部的一个收纳 非常的 我个人觉得是我看过的几个雷龙的一个变形金刚里头收纳的最好的 基本上就是造型来讲 基本上是有的 完全是一个漂亮的一个收纳 那么呢 在体型的方面呢 也做的很够分量 它大概是比官方的Volge Class 还要再大 然后呢 当然是没有油精那么高了 那如果两者放在一块的话呢 一样是以雷龙一个造型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背后的一个收纳 真的是相差的非常的多 当然这一款官方的这个 呃 猛级吧 命名为猛级的这个玩具来讲 其实它收纳已经还OK了 我个人觉得比之前绝创的那个 整个后面的龙头来讲 这个已经算OK 但是这一款会在 Plant X的一个雷龙来讲的话呢 会做的更漂亮 那么人物的一个背后 这个轮子的一个部分呢 这里一个收纳 我觉得也非常的好看 做出类似于是一个车轮的一个样子 圆形的一个标志 那里面呢 则是一个 在变形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雷龙形态下的一个前肢 在这个时候呢 很巧妙的呢 收纳到里头 然后呢 里面的话呢 为了维持脚底板的一个平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往前面推到底 这样整个是平的 又或者呢 你为了要增加后面的一个 人物后面的一个支撑度 你可以再把它往后面拉出来一点 只要让它平了就行了 这样子的话呢 为人物的一个站立呢 提供了更好的一个协助 这个都是我觉得 它设计非常不错的地方 背包 整个后面的一个设计来讲 我个人是觉得无可挑剔哦 这个地方明明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空洞 但是它做出一个 很好的一个造型感 以及在站立上 也提供了很好一个实用性 那其他的一个部分来讲 完成度非常之高 偷窍的部分基本上你看不太出来 人物就是一个粗壮 飘悍强壮 很耐得住打的一个造型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点 致命的缺点 它那个头的话呢 不是可动不好 是造型有点 眼睛不知道为什么呢 非常的大 眼睛的比例做得很大 变成说有一点像是 你眼睛太过水汪汪了 你明明就是一个拳王拉欧的体型 但是就配上美少女战士的一个人物的一个画风一样 稍微是有那么一点奇怪了 真的是 然后眼部一个很好一个透光 它后面有一个非常 后面整片都是透明件 所以眼部的透光性很好 眼睛又做很大 但是反而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人物上面一个非常不协调的一个地方 那除此之外的话 身上还有一些透明件 比方说这个地方 胸口 这里都是透明件 边边这里有几处的 透明件那个使用 而之之外的话还有一个锤子 武器呢有附锤子 锤子的造型也很好看 枪呢造型也很精彩 刻画啦 外侧跟内侧的一个造型呢 还做出不一样的一个造型 那么呢这两把枪的话呢 我来看的话 这两把枪应该是同模 你可以看得到 其他两个枪呢 左右手势完全造型是一样 没有做出不同的一个造型来讲 那他的一个枪呢我觉得啊 他其实人物拿枪呢 我觉得比拿锤子要好看一点 他这个拳头的话呢 是这个地方 这里可以转 然后中间这里是挖一个半圆形一个洞的 然后可以让你插武器使用 那么呢我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锤子拿上去 各位你应该会发现这个锤子他拿在手上的一个感觉 跟拿两手都拿枪呢 真的会比拿锤子好啊 你锤子就像你把它锤子的一个柄啊 你握长一点 你还是会觉得呢 他的这个锤子我觉得是太 觉得应该是略小了一点吧 不是很适合他的一个感觉 还是拿两把都是枪呢 觉得比较好看 那因为他的这个本身 拳头里头呢 是有挖一个半圆形的 所以他这个四根手指头可以另外单独动 他是可以另外放开 不需要完全握紧 也可以做出一个像这个样的放开 也是可以把枪呢给拿得住了 那武器的科幻也算是很好 整体的一个塑胶 呈现出来的一个金属的感觉 我觉得还OK 算得上是高分了 我觉得算给高分 整体涂装来讲也蛮OK的 基本上一期的情况 手上这一款还算蛮不错的 没有什么一期的一个情况 那关节的一个可动性来讲 头呢360度旋转没有问题 往上抬一些OK 然后呢 很好的是他身上很多关节呢 各位都听到了 非常响亮 额头肌也可以转 手肘的话呢 也可以转 甚至呢 呃是比90度 所以稍微 其实刚好90度 但是因为这里有个造型的关系 声音各位就非常清脆了 嗯 我的感觉是没拆开来看 但是感觉跟这种很清脆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然后膝盖 膝盖的话呢 声音也很响 而且呢 膝盖呢 它是一个双动关节 上面一处 下面一处 然后 为什么这里有双动关节 也是因为变形的时候呢 会有所需要 这里一样可以转动 所以一个二郎腿的动作也是 做得出来啊 那这里脚的话呢 这边只能稍微的动一点点 左右呢 没有任何的接地 那后面这一个呢 刚刚一开始有跟各位提过了 你可以往后面移动 或者是往前面 往前面塞到底也行 你要让它整个平都OK的 或往后面放 这个 让后面的一个脚跟呢 看起来更大 这个是看各位的一个偏好 机器人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我非常喜欢 这个造型我极有爱 非常 非常推荐啊 这个人形的话 我是觉得是我看过 几款 以这个雷龙造型来讲的话 这个 是可以特别跟大家 做一个推荐的 我们要示范一下这个雷龙的变形啊 啊 挺有趣的 不难 我们先从后面先处理吧 这两片呢 翻开 把这个龙头的话呢 这里整个有一个关节 先把它整个拉出来 再让我们收纳这个尾巴的部分 挑起来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有一片尾巴的部分 可以翻出来 两边都有 这样子 跳出来 然后呢 利用这个关节把它翻过来 这里一样 翻过来 然后呢 两个尾巴呢 先做一个结合 两个尾巴 中间都有 卡扣 先把它给 扣起来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下来 你会发现 可以刚好把这个头呢 给包住 然后呢 这个尽量往前面整个拉 这个基本上是 它一个头跟尾 已经成型了 然后把这个拳头呢 转正的情况下呢 推进去 转正的情况下 把它推进去 另外一头也是一样啊 这样子 把它给推 再来呢 把这两片的话呢 往中间 这样就形成一个背 那再来呢 就是进行一个前面的前肢 跟身体的一个胸 前面这一带的一个胸 就变形 也非常简单啊 首先呢 就是这个地方 把这个脚 从里面翻 出来 然后呢 这一片呢 刚刚应该是人形象 应该是这样 变形成龙的时候要翻出来 两边都是一样 要先翻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翻出来之后呢 再来我们要做一个收纳 首先呢 就是把这个 利用 这里 一二 这里有一二 两处的一个双动关节 我们要进行一个收纳 那在收纳之前呢 这个 龙头基本上就是 差不多就是在这里了 我们在这个龙 腿的话大概是要推到这个角度 那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双关节呢 一二这个双关节呢 你要 这里是一个小小技巧啦 就是说你双动关节 打的时候呢 它基本上双动关节还是一样 跟 大腿是一样 整个是打直的 你要动的是只有动 下面这一处这个关节而已 上面这处关节 基本上还是一样是直的 你这样把它翻转过来 你的目标在哪里呢 就是这里 这里有个洞 这里有个凸 它们是一个 唯一要结合的一个目标点 那至于这个大腿有挡到 当然就旋转了 就不用 不用特别说明 你如果在这个时候来转呢 我是这样子的变法呢 可以避免这一块呢 去卡到 机械的这个屁股这一带 如果照我这种变法的话呢 你比较不会去摩擦到 基本上对玩具这个伤害呢 会达到一个最小 OK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小小的经验坛吧 然后 这个龙头的话呢 就把它给放下来 待会就是以这个样子呢 来做一个 另外一边的一个变形 那各位有概念之后呢 就不难了 这边 翻上来 看到吗 这个大腿整个是直的 然后呢 里面这个双动关节 你看这里有一截 这个关节 这个关节跟大腿 整个是打直的 我们只需要动这一处 的关节 往上折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处呢 的关节 都尽量不要去折到 这样呢 这一块呢 就不会去磨损到 肌线的臀部 那这里呢 因为肌线的腰呢 是会动的 是会动的 所以呢 你是可以利用 也可以利用它 来做一点调整 又或者你可能会因为它 而导致这个地方 你会滑来滑去 反正你不好操作 这都是有可能的 好 那这个大腿的话呢 前腿的话呢 会挡到就是 把它弄一边去就行了 反转上来 给这个地方闪躲过 这里 上面做一个卡扣的一个结合 两侧都一样 扣上去 再来呢 调整一下前肢 此时呢 你会发现有一点呢 这里 这一点是我一直觉得很纳闷的一个地方 我先把其他地方的都给 确定有扣到位了 所以主要是这两处 只要你有扣紧 大概就OK了 它呢 这里有一处呢 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个地方 啊 忘了这里 还有一个地方忘了扁 这个胸口这个地方 你要把它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 这片旋转180度之后 往前面放 往前面放的时候呢 就出现一个东西了 这里 这里面这里有一个洞 诶 对 这样看比较清楚 这里有个洞 这个洞呢 我的感觉是呢 它应该要扣住 这个笼这样 这个放下来之后 这个凸呢 应该是要扣到这个洞里头 因为这个 距离来讲呢 很暧昧 感觉呢 好像碰得到 但是却又插不进去 就会让人觉得很无 很莫可奈何 就是 这边长莫及还是怎么讲呢 就是应该是要这样子可以扣进去 但它却真的就是扣不到 就是偏偏就是它这样扣不到 变成说这个好像又只能把它放上来 然后靠到这个地方 它根本是我的感觉啦 我摸索到现在 玩到现在 这个地方我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把它整个完全的扣紧 是让我觉得这个设计 是有点奇怪的一个地方 那本身它这一片的话呢 这里是有个凸 这里有个凹 它是可以结合到尾 那就是唯独这一个 怎么看呢 它都是应该要这样子扣下来的 但是我还是怎么扣就是扣不到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呢 就是它 从机器人呢 变形成恐龙形态的一个变形过程 雷龙的一个形态的话呢 比起机器人形态来说的话呢 很难分出去的高纤 因为我觉得它的一个雷龙形态下也很漂亮 就是这一个地方 刚刚有跟各位提过 这里 没办法扣紧 我个人觉得有点小纳闷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没办法扣紧 好 那它的一个武器的部分呢 在龙形态下呢 这个枪呢 可以安插在这个地方 那后面的孔一样也是可以插的 那么呢 比较让人觉得遗憾的是它的一个锤子 各位看一下 这个基本上可以扣 但是呢 我觉得扣上去之后呢 武器总要有个地方收纳 可以扣 总是比没有能扣 还要来的好 这个炮呢 安插在这里我是不意外 至于这个锤子的话呢 就只能安插一把 另外一把锤子的话呢 你会没有地方可以放 因为这个锤子的话 它基本上你不可能放这样嘛 那是很奇怪的事情 嗯 非常的 可惜啊 这锤子的话只有一个地方能够放 而且放成这样好像类似像是一个 像是一个坦克车的一个炮塔 在后面一个感觉啊 我是觉得这个锤子也是 就是放这个空洞放进去 说明书上是这样写啦 那我是觉得都不放的话 用一个雷龙的一个形态 我觉得也很好看 其实武器都很漂亮啊 还是再给各位秀一下武器真的不错 好那龙形态下可动度来讲 大概也是跟一般的龙是一样 非常响亮的一个关节 那尾巴呢是不能够动 你往上抬当然是可以 但是你这样看 头呢就从后面露出来了 那所以头基本上 为了收纳这个人形的头 尾巴呢我们就姑且当时不能动了 那这是一个一节一节一节状的 这个造型来讲 这个雷龙的造型我是蛮喜欢的啦 颇像我小时候 这个提一下 如果你跟我同年纪吧 如果你小时候跟我一样有收集过什么 武帝泡泡糖的 里头有一个六号的霹雳角龙嘛 这样讲不到大家知不知道 可能极少数人才知道吧 一定是台湾的朋友才知道 大概跟我差不多年纪 1970年 1977年 这个时候的那个 那个时代 一个很合十 就是一个 里面有个口香糖 然后还有附恐龙玩具 然后有六个恐龙 其中最后一个恐龙 就是这种 这种 这种场景龙形的这种 怪兽吧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嗯 就是有点像我小时候 收集那个恐龙玩具的一个造型 所以我对这个造型一看到的时候呢 所以它好感的特别的强 涂装来讲的话也是蛮不错 金属的感觉还是有 尽管你还是知道它是塑胶啦 但是它的一个整理呈现出来的一个样子 我是真的还蛮喜欢的 然后呢这个 脖子的一个可动来讲 这里可以动 然后嘴巴 可以张 可以开 然后呢 头的话呢 有一个 往上跟下 一点点一点点的一个可动性 然后眼睛呢 在这个时候呢 它还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透光 而且它的一个透光来讲呢 是从上面照下去 透明件 从上面照下去 呃 有偶尔啦 但因为眼睛做得很小 所以有时候 从 你即使不从这边 侧面打光 从上面打光 它眼睛一样会亮 那么呢 脖子的话 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动 这里 微微的可以动一下 所以它的一个 颈部的可动性来讲呢 我个人觉得还不算差 确实是不算差 那这个地方呢 这里 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地方 它这里是不能 它是一个牙齿啊 这一带 这一带都是牙齿 上面很尖就算了 下巴就突出在两个地方呢 你去握的时候呢 要特别小心 基本上是会弄伤人的 好 那么呢 这个呢 就是Planet X所推出的一个雷龙啊 我玩过了几个第三方的恐龙玩具来讲 嗯 这一款的话呢 我给予的分数是最高的 第一造型我很喜欢 第二是它的一个本身摸起来一个塑胶感 摸起来玩起来的感觉 手是不会痛的 这个在第三方的玩具里头 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加分点 玩起来手不会痛 这一点就会有特别加分 然后塑胶玩起来 蛮安全的 然后关节 松紧度 都恰到好处 而且还有 哇 这种声音 我是确实是觉得这一款相当的不赖吧 玩过的几个第三方玩具里头 这个我是真心觉得很推荐给各位玩的 而且它 还有一点是因为它本身是 这也是好还是不好 我不知道 就是它是不能够合体的恐龙金刚 那代表你可以只单买它 你不需要被迁就绑整个团队去买了 当然这是好也可能是坏啊 你就是挑你喜欢的收就可以了 不需要收到整个大合体的一个团队 蛮推荐的 呃 建议各位 如果你有合适的价位 你觉得可以的话呢 我相信这个玩具的话不会让你失望了 那就利用这一集呢 和各位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